真好 好 那我们首先一先额奖 典礼我们答案 这个宗帝们上次 新全年圣摩佛 典礼这个宗帝来主席 典礼今天法内主帧 典礼希望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典礼那么观世音苦善 典礼那么大世事苦善 典礼 典礼明理想事谈成祝佛 无上一切互访金刚 互访隆天 互访神众 典礼的 典礼法师 典礼的典礼法师 典礼奖法师 典礼奖法师 典礼主席 国内理事同一三星 大德分堂的代表们 大家下午好 哇 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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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好像回音打 这个退远少少 醇在应该OK的 谢谢谢谢 应该三招了 回复 口口气 口耐 口耐 好的 那我们今天是做这一个中原者 这个阿弥陀佛的超度 中原者 也就是这个我们所长的余兰 这个余兰 那本身来讲 我们这个昨天 就有开始讲过这个思念处 所以昨天这个题目 我是有一点害怕 把你们闷死的 你们都有闷到吗 没有 真的收了三百块 除了他之外 其他同盟有闷到吗 真的吗 没有闷死吗 没有闷死 没有闷死 啊 婚了一些了 这个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昨天讲的是思念处 这个思念处本身有很多的佛学名词 那本身来讲啊 我们学佛的有时候不需要学太多的佛学名词 那我们大概听一听就好 所以如果有兴趣要真的修行这个思念处的这个真的需要上一点的苦功 这个也是好的 其实啊 其实啊 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很多的人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 要怎么样才可以说得比较好一点 怎么样才可以说得比较好一点 严格来讲是为什么说得不好 严格来讲是为什么说得不好 其实啊 为什么说得不好 一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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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只有一个 没有第二个 因为我们都很懒惰 因为很懒惰 没有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说得不好 是因为每个人都很懒惰 书法啊 很多人都不修 词咒 很多人都不执 禅定 很多人都没有禅定 但是念佛号 也没有念佛号 我们都是希望啊 啊 佛菩萨加持 那世尊加持 那自然就会成就的 其实本身来讲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所以啊 其实修行没有办法成就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懒惰 最重要是这样 只要把这个懒惰啊 解除啊 基本上来讲 每个人都可以有成就 所以啊 本身来讲 这个懒惰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那我们本身来讲 在这个修法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啊 如果我们的年级是比较轻一点的 没有说很大年级的 那我们就是要学多文 那年级开始到了中年 大概是四五十岁的那一种 我们就要实修 把一法 升入进去 到了这个年老的时候 大概是六四八十岁的时候 我们就要专修往生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啊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其实讲到底 为什么要学佛 是希望我们过得好 我们学佛是希望我们过得好 不单只是这一辈子要过得好 我们希望我们将来也要过得好 我们不单只希望我们过得好 也希望我们的孩子父母都可以过得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学佛 很多的人啊 学佛的时候讲到什么都空啊 什么都是空的 什么都是虚幻的 什么都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心的 其实有时候啊 当我们把这一个佛法 讲得那么的玄妙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你真正的人世间的人性 就会没有掉 怎么讲呢 好像说 以前有人跟我讲 他说 他在这个修行上面啊 他问我他的境界怎么样 他说啊 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已经不会再动心了 也就是说啊 有有什么事情啊 别人讲他骂他怎么样 他的心都是如由不动的 他说难好啊 那他说 在面对生死啊 他的心也是不动的 那我就说难好啊 那他在说 有人啊 在他面前啊 怎么样 他的心都是不动的 就是没有感觉的 这个样子了 那我听了之后 就开始有一点的怀疑 那我就问他 那如果有人在你面前 很痛苦快要死掉了 你的心也是不动吗 我的心都是不动的 那开始就有一点问题了 如果你生病 你的心也是不动的 你的家人生病 你的心也是不动的吗 都是虚幻 那我发现到有一点问题了 其实本身来讲啊 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可以这样 因为啊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显现身 你的心脑变死的时候 有人在你面前显现痛苦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不动的 那等于啊 我们没有这个慈悲性的心情 我们没有这个慈悲性的心情 人家在你面前 water water 你还是no 啊 喜欢的 还是这是不行的 那个等于啊 是石头啊 这个等于是石头啊 不是剪刀石头布啊 是石头啊 菩萨的名字叫做绝有情 菩萨是有感情的 如果我们连哪一点点的感情啊 都没有掉的话 你变成就是一个完全空的 没有感觉的一个生物而已 你叫无情终生 不要叫有情终生 所以学佛是要有感情的 学佛啊 是要持终生的持 悲终生的悲 你才叫做慈悲终生啊 如果每个人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都是修的非常的那一种 没有感觉的 都是空的 患的 这有一点的困难啊 这个叫做着了法级啊 不知道啊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啊 一点点的偏差 还以为自己的境界有进步啊 其实往后都不知道啊 这个很重要 修行里面有很多点是很重要 但是很多时候啊 当我们年纪开始大了 我们希望的是求往生 求往生 然后往生啊 本身来讲 在这个佛法的法门里面 其中有一个宗派 我们叫净土宗 也就是念佛法门 这个法门非常简单 非常方便 由这个三岁到八十岁都很方便去修的 它就是那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或者是念南无观西音菩萨的名号 那但是念这个名号啊 它的功德会很大 它的功德会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 它其实啊 是以信念佛 灭八十一戒生死宗罪 这个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寺院来的 所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只要念到一念相应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广大 无法性 就仅无虚空 念到跟阿弥陀佛一念感痛的时候啊 你是可以灭罪沙盒的 所以《华言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简单讲 它说啊 我们修行的三男子三女人 去到那个佛塔里面啊 去到一个道场里面啊 我们有散乱的心 有不清净的念头 有不好的念头啦 但是我们只要一心南无佛 唯一我佛 那这个还是可以 把我们成就我们的佛道 所以不要看清一句的念佛 现在很多的人啊 就是因为念佛法门太简单了 他觉得太简单了 一定是没有很贵重的东西 一定要是很困难 很困难才拿到的 他才觉得是好的 太便宜的 他就觉得是不好的 那这个尼佛尔 我去年四月份去的时候 应该是两年前四月份去的时候 那边有一个佛学院 叫做南无佛达 南无佛达 然后哪边的灵波车 是白教四大法王之一 也就是这个昌古人波车 昌古人波车在这个全世界 都有他的那个点啊 他的道场 在温哥王也有 香港也有 台湾也有 他帮人家关一个佛法的顶 关顶 一个法 他有定价 美金五百 没有 没有加奖的 初冠 美金五百 六冠 三冠 他是有定价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定价 他就觉得你是便宜的 不贵重 在以前啊 这个马尔巴祖师 米瑞瑞巴祖师 他们去求法的时候啊 他们是要定多少条油 多少枝羊 多少多少什么 他是有定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你重法 他要你重法 我们想想 如果我们啊 得到一个法门的时候 我们只是给两块钱 师尊非常的慈悲 师尊非常的慈悲 以前我们的师父 根本上是联圣沃佛 他年轻的时候 去鸟鸣和尚那边求法的时候 是把一个月的人工啊 把父母的给了 把这个弟妹读书的给了 把吃饭的给了 把整个钱都够供养上司 才来求法 现在我们的人啊 这不一样了 我们棍顶的时候 真的咚咚咚咚咚咚 来灌顶的人也是咚咚咚咚咚咚过了 求个平安啊就好了 其实啊 这个也是一个因缘啊 没有说哪个好 没有说哪个不好 就是我们心的作用啊 但是 中法很重要 阿弥陀佛的法门 很简单 但是也很深奥 根据不好的 根据中间的 根据很高的 都很适合 喜欢观赏解音的人 可以修他的十六观 根据不好的人 只是一声阿弥陀佛 那就足够了 我们人啊 死掉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先问一问 你们有没有人看过 亲眼看过 有人死在你面前的举手 那就好 亲眼看过你死在你面前的人 我看过很多 我看过很多 亲眼在你面前往生动 非常的多 这个人死的时候 基本上啊 这个有读过临终欢崴的人 都会知道 他的呼吸啊 开始会蠢 因为他的这个肺 开始没有力 他的呼吸开始蠢 蠢到最后一口气 呼出去去 吸不进来 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一般来讲啊 他开始呼吸困难的时候啊 他还有一两三个小时 可以慢慢去的 不要以为他开始呼吸困难 就很快去 但是一个人往生的时候 就是看你修行功力的时候 你一辈子有没有修得好 有没有真的念佛 其实是看那个时候的 是看那个时候的 阿弥陀佛啊 国土 有所谓的四个净土 以前有人问 是不是一定要完全没有业障 才可以去到佛国 其实不是 你有业障 你也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如果说要完全没有业障 才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 那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几个人啊 没有几个人啊 上面的人都是有业障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它分开四个国土 长极光土 石暴庄严土 方便有鱼土 还有凡胜同居土 这是凡夫 还有佛菩萨一起去住的地方 一个人完全没有修法 但是在他死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大成就者 帮他做超度 他给这个佛菩萨一下来 他一个训练 做往生的佛果 往生的佛果之后呢 他在他的灵魂啊 他的灵思啊 就放在一个棉包里面 也就是棉花还没有开放的那种棉花里面 这个棉包啊 会放在一个八功德池 这是一个水池里面 那这个八功德池啊 每天都要这个功德的水啊 给他这个营养 养分 加持 一滴一滴的 把你的食性 业障 都洗干净 之后呢 你的棉花经过了很久的时间 每天只要帮你清醒之后呢 你的棉花慢慢就会开放 开放之后呢 你就会站在一个棉台的上面 之后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啊 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句说话是讲讲 花开见佛 悟无声 每一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出生 就是开悟的 每一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出生 就是眼镜佛性的 每一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出生 就是见到阿弥陀佛 关心不上 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过往式的业障 所以啊 我们还是有喜欢的跟不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在哪边啊 好好的去修行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啊 往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这一个法门 非常适合每一个人慢慢去修行 其实啊 一心南无阿弥陀佛 他可以灭对上河 灭对上河 但是很多的人觉得太简单了 他要求一些比较复杂的法门 就好像说没有很多很多复杂杂的 很多咒语 很多手印的 他就觉得是没有流动啊 一定要是很复杂的 他才觉得是好 他简单的东西 他就没有觉得什么 其实啊 在你在医院快要往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根本观赏 想不到 结印 结不到 持咒 嘴巴 长不到 那个时候只有一念 观念的念 观念阿弥陀佛 才有救 如果你见到那个人 躺在医院 还在哪边 比手印啊 持咒观赏啊 他绝对不会死的 他绝对不会死的 还会在哪边 比手印观赏 持咒很大声的 哪里会死 这么龙征浮猛 对不对 这个龙征浮猛的 不会死的 会死的人 都是快快没气 没力的 手印不会打 观赏赏不到 嘴巴也念不了 就那个才是真正要往生的现象嘛 所以啊 修法 一开始的仪轨 我们叫做 师部 行部 瑜伽部 他一开始 他的仪轨很复杂 很多东西 什么一道七啊 前行正行 后行啊 还要送个赞啊 如上赞啊 清净咒啊 什么很多 很多的东西 入定啊 还要九节佛风啊 要怎么入我我入地观赏很多的繁复的东西 但是你慢慢会发现到 当你修行久了 你的境界到了 你会发现到你的仪轨是越来越简单 你持的咒是越来越少 你比的手印是越来越少 其实啊 我们在这个超度里面 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超度108 108个手印 那有一些上市会比较多 有一些上市会比较少 其实啊 这个都是在法会里面才会这样做的 自己在家里面 你自己在家里面做超度 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布膜 你不可能每天去破地狱的嘛 对不对 你不可能每天去苦教寝的嘛 你不可能每天去试恶鬼的嘛 拜托你在家里面做的护膜啊 真正讲起来 手印没有10个 自己家里面做的护膜啊 手印没有10个非常的少 大部分时间都在供养跟入定里面 大部分时间都在供养跟入定里面 真正做的护膜啊 其实手印很少 而且它有分开所谓的动力 还有增密 增密的就是很大的那一种啊 那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动力了 其实啊 传统的动力啊 那个炉跟那个火 大概是这么高而已 就是那个炉啊 如果是平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个火啊 得看得到的大概是这么高 这是动力啊 现在的人都是喜欢BBQ的 这个BBQ的也是有它的好处啦 啊 尤其是天气这么冷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火炉在中间 冷洋洋的也是一件好事啦 但是一般来讲 在传统的动力啊 它的每个公平 它是哪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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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火啊 它就是拿一点放这瓶就收了 它是一点一点的样子 它这个火大概就真的只有这么高 没有这个样子的 没有这个样子 没有BBQ的 没有鱼猪的啊 没有鱼猪的 是我们现在很多的都是在 哇 火很猛啊 当然猛啊 多一点香 多一点油就猛了嘛 对不对 其实啊 真正的动力的火是很温柔的 真正动力的火是很温柔的 很小 很细 没有说很猛的那一种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它需要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 是我们要相信 阿弥陀佛的存在 我们要有信 这个很重要 你不相信 你不可能往生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那好像说 我不相信有因果的 那你不可能相信佛法 因为佛法是 基本在 轮回跟因果当中 如果我们不相信有轮回 我们不相信有这个因果 我们不能相信佛法 所以相信呢 是往生佛果第一个重点 我们相信有阿弥陀佛 我们相信有关系不上 我们相信有过往是 现在是 还有未来是 我们相信 第二个 你必须要是一个善男子 善女人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善男的心 慈悲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啊 很毒啊 那这个很困难 可以往生佛果 很困难可以往生佛果 那第三个 这是我们死的时候 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 要帮你念佛 求往生的借引 就是如果知道自己要死了 就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也差不多呢 那顿时间开始 就要开始念 南无阿弥陀佛 那如果真的往生了 那家人也要帮我们做 王金八小时 还有做这个 这个超度的功夫 念佛号 这个非常重要 所谓的南无 阿弥陀佛的南无这两个字 它代表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代表一心的意思 一个心来 一心的意思代表南无 又一个代表是皈依 南无代表皈依 一心皈依阿弥陀佛 是这个意思 一心皈依 是这样无理佛 一心皈依 温行不善 这个南无这个字 是这个意思来的 那这一个很多的人 以前经常有问 他说啊 上次 我们这一辈子 懂得去修行佛法 懂得这个学佛啊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未来是 或者是将来 会不会也是一个佛教徒 会不会也是懂得修行佛法 会不会我上一辈子 变成这个回教徒啊 那怎么办呢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们 佛教所长的信 愿行 这三个东西 什么叫做愿啊 非常的重要 你有愿又有行 这好像说 我们首先要相信 有阿弥陀佛的存在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上次 我见不到 我不信 上次 我见不到佛 我不信有佛 我见不到鬼神 我不相信有鬼神 我见不到这个 我听不到那个 我不相信 其实啊 是这个样子的 在佛法里面啊 很多时候 眼见 不代表没有 比方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 每个人的父母 也有他的父母 请问 你有没有见过 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呢 其实每个人都没有见过 其实每个人都没有见过 但是你上去有吗 有 一定有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他 没有我们 问题来了 在这个人回上面 必然是有前因 后果 我们从这个因 明白到这个果 在这个使法界里面 只要有鬼神 就有佛 不善 只要有鬼神 就有佛 不善 这个是一定的事实 很多的人都会讲 我看不到鬼神 我不信 其实啊 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很多的人 都曾经有碰到鬼神的经验 只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相信你 其实啊 是有方法可以让你们见到鬼神的 在铁齿的人啊 也是有办法可以让你见到鬼神的 只是啊 解写方法 我们非常的不认同 非常的不建议 但是啊 如果你一定要 我见不到 我不相信 的那一种的话 我是可以告诉你方法 方法过了 我哪边很开心哦 哪边厨房在哪边哦 要不要去哪边喝个水 去个包 啊 要不要去哪边喝个水 去个包 可能会更好 让你们饿啊 鬼神啊 是这个样子 是有方法 可以让你们见到鬼神 但是啊 我们非常的不建议 而且后果啊 我们完全不惯得 就是 you are up to you啦 啊 换yourself啦 啊 是这个样子 我们啊 首先要选择一个坟墙 这坟墙一定有所谓的十字路口的 坟墙一定有十字路口的 这次坟墙里开始正确一定有十字路口的大的小的一定有的 大的更好啦 小的就没有那么大啦啊 你准备供品 饭菜水酒肉一定要有 每天都要准备 每一天晚上大概两点到四点那个时候 你去坟墙在十字路口的中间 分工品 墙楼点上 之后你要说 我做广大公养 随便出道 你就在旁边那个桌子上 试一试 每天怎样做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每天他每天怎样做 知道你的阳气啊 是会做广大供养啊 每个鬼都会走过来 一下 你的阳气啊 就会慢慢的没有掉 每个鬼走过来都闻你一下 哦 你很快啊 你的阳气就没有了 到你的阳气 低到某一个程度 啊 东西就来了 当你的阳气 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看起来已经像一个鬼了 你看他们啊 就很容易看得到 你看他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得到 但是因为你的阳气已经很低了 你的运气 短期之内 不会好 短期之内 不会好 所以啊 如果你是说 我看到我是不到王和心不死的那种啊 铁齿的那种 你用这个方法 你一定看得到 你连续啊 刚好现在鬼月 刚好现在鬼月 你就可以在鬼月之间坐啊 你一定看得到 你会在梦中看到 醒来看到 醒来看到 你都可以看到 但是 看得到之后 你害怕 不要来找我 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这个就是说啊 我们红法人员是有方法让你看得到 但是 我们不建议 今天去做 看到鬼神 代表有灵重 有灵重代表有佛菩萨 有灵重就代表有佛菩萨 明白这个 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们的阳气很低 所以你看到阴的 因为你的阳气很旺 所以看到阳的 你的阳气很旺 你就看到佛菩萨 你的阳气很低 你就看到阴的 这是一个道理嘛 所以我们平常啊 你修行啊 把你的精气神啊 都守住 把你的精气神啊 精气神啊 都提升 成为 很殊胜的光明的境界 你就可以看到佛菩萨 你说那个是 虚幻的 是你想出来的 你不信 那你就用别的方法 你就可以相信 所以 在信运行里面 我们看到鬼 我们就明白 一定相同的 可以看到佛菩萨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明白因果 我们就会产生 一个信的出现 之后我们要发愿 我们要愿什么 我们要发愿啊 往生佛果 往生基土 其实本身啊 每一个人啊 他都有他过往的一个 执着啊 他都有他自己的 执着啊 其实本身来讲 是这个样子 有些人会担心 有些人会担心 其实啊 每一个人啊 都有这样的一个 担心啊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一辈子 是一个佛教徒 那下一辈子 如果变成了 其他宗教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信 愿 行里面的愿 他所在 当一个人 发了愿 之后啊 就有他的一个 因缘的安排在里面 你要发什么愿呢 每一个愿 都是 以我们的 能力 而发的 没有一个固定 的愿 比方说 我们要发愿啊 深深事事 在在处处 不放进 我们要发愿啊 深深事事 在在处处 跟随啊 阿弥陀佛 关系菩萨 学习他们的慈悲 我们要深深事事 在在处处 不放愿啊 希望我们啊 可以行慈悲 喜舍 不要犯恶啊 我们啊 要度重 我们要发愿 深深事事 在在处处 去帮助 和切众 当你发了这个愿之后 佛菩萨因为你有愿意 就会帮助你 让你在轮回准节里面啊 每一生 每一次 都可以读到 佛菩萨 护法神 的务用 让你的灵魂啊 往生在一个 佛法家庭 比较有自然的地方 有生长 你不会往生到 三恶道里面去 你不会往生到 边地 你不会往生到 不好的地方去 这个就是愿意 保障你往生 的一个关键所致 所以先要有信 再要有愿 发了愿 我们要行动 怎么样去行动呢 我们发了愿之后 你也要开始念佛号 也要开始修行啊 如果我们发了愿 没有修行的话 那怎么样 可以让你往生佛国呢 如果每一个人 在发愿之后 这是随口讲的 讲完 这等于没有的 我们这个叫做 发空愿 发空愿啊 你没有发愿 好 只是刚好你 现在的这个缘分 没有具足 所以没有能力 做出来而已 但是当你能力具足 浪子回头的时候啊 你就会把你的 因缘啊 继续的做出来 所以我们发愿 不要因为 一时的感动 而发 也不要以发愿 当为一个 跟佛菩萨的交换 有很多的人啊 经常发愿 发愿是怎么发的呢 我以前在这个 命运里面帮忙 是捐回信的时候 很多的人 发愿是这样的 我希望可以 中这个 彩票 649 那中了之后呢 我发愿 会把一般的钱啊 捐去做慈善 帮助宗派 怎样的信啊 我看过不少 真的 怎样的信啊 我真的 看过不少 我牵手回的 也很多 这样 我发愿啊 我要种 这个香港的 六合彩啊 种了之后啊 我发愿 要怎么样 怎么要去 不是啊 怎样的愿 我看过很多 这个 是不如法的 在佛法里面 我们就算发愿 也要在 五戒里面 所谓的 杀 道 淫 忘 酒 所谓的酒 本身来讲 它的范围很广 所谓的酒啊 并不只是 喝酒而已 它其实啊 在现在来讲 顺习一种 addiction 除了土品 赌博 哪一种不好的 那种东西 其实也顺在里面 只是在以前古代 没有吸毒 古代印度 没有吸毒 所以他没有说 啊 不喝 不喝醉酒 也没有说不吸毒 因为以前没有 这个东西嘛 但是他的意义 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 我们不可以 以犯戒的东西 来做回 发愿的御胜 你要发愿去戒 是可以的 啊 你要发愿去戒度 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可以 好像说 以前 我记得 在有一个雷尚寺 他们有供奉洪财神 那之后呢 有一些洪法人员啊 去哪边洪法的时候 那个是很多年前的 他们因为要盖到墙嘛 所以啊 就哎呀 我们一起来修法 一起来买彩票吧 哦 之后呢 每个同盟 都在哪边买彩票 之后呢 开始就在哪边修法 修了法 再把这个彩票呢 统统放在洪财神的脚上 就每个一起修法 当然到开票的时候没中 洪财神可能看不到 挂在他手上 再来 之后 当然也是没中 到最后的时候 你猜怎么样 洪财神可能看不到 你要挂在他的鼻子上 所以我看到那个道场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那一座 很大的洪财神的脸啊 真的有挂很多的彩票 这个是事实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啦 我是真的亲眼见过啦 所以本身来讲啊 我们跟佛菩萨去祈求的时候 要以做这些事情为发愿的根本啊 所谓的心愿心啊 讲的是让我们可以离苦得乐 不是说我们要为了得到更多的钱 来做这些事情 这是不对的 如果是你的 如果是你的 佛菩萨自由安排 如果不是你的 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来求财的 我在新加坡 世线的一张事 两年前做了一场 财神的法会 财神的法会是什么时候做的呢 清明 清明啊 很奇怪 清明啊 做法会 清明做什么法会呢 我说没所谓啊 财神好不好 好 清明当然是做财神的嘛 清明不做财神做什么 对不对 他们说好 其实不是我定的 其实他们定的哦 对啊 清明做财神 好 我以为你也是新加坡来的哦 那个时候我做财神的时候 你走了没有啊 还没有走啊 我没有见到你啊 哪边那个时候有九个法师户坛呢 但是 那个时候啊 清明姐 当然是做财神嘛 对不对 不做财神做什么 清明姐应该是做 阿弥陀佛地僵王啦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在筹款该庙 所以他们是做这个财神 就是好事啦 他们在外面的场地 三天的访会 三天的访会 第一天 有八百多人 第二天 也是八百多人 第三天 一千两百人 住的椅子啊 都不够做 一千两百人 连续三天 我一个人主谈哦 每人上司在旁边互谈 九个法师互谈 法会三天 第一天是做这个 谁啊 第一天是做这个财宝天王 第二天是做钩柴天女 第三天是做金刚手 金刚手是财神来的哦 金刚手是财神来的哦 先讲清楚啊 金刚手是财神来的哦 是财神爷的阿头啊 啊 过了这个第二天 第二天 晚上 就有一个同门啊 打电话给我们的讲师 我说讲师 啊 讲师讲 怎么是 我中了彩票二讲啊 哇 讲师就很开心了 之后就 马上的message我 我说啊 太好了 明天找他出来作证了 之后又有一个电话 讲师 他中了彩票的头奖啊 说 然后讲师也是很开心 他说 也是告诉我 这好啊 明天找他出来作证了 这是很好的事情 参加了法会 做了这个大功德主 那个功德主 真的很大 他们 这个 我记得 我去年 去哪边做了这个 我是去年做耶 我是去年做耶 我去年做耶 那个时候是做财神 前年去哪边是叫 华元三圣 我在华元三圣的时候 哪边筹款 没有义卖啊 只是筹款 筹了新币 新币跟奥币 差不多 是一百一 差不多 是一百一 啊 我那个时候 我帮他筹款 二十五万 新币 我去年 帮他的那个一千两百人的法会 筹款 是新币五十多万 还没有算报名表格 还没有算报名表格 只是那种功德主 他的功德主 除了二十 第一年 二十五万 财神的那个法会是五十万 那个功德主啊 一百五十多个啊 一百五十多个啊 而且十八的功德主啊 才是才是这一百五十多个啊 好像是新币 好像是一八八八还是什么的 这是两千啊 这是两千啊 一个啊 一百五十个 一百五十个啊 那个时候其中有功德主啊 啊 还没有算报名表格啊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功德主的名单 我们都嗯 这些法会应该没问题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没分的 这个钱是该没有用的 所以你们不要那么开心 我也 如果不是的话我也很开心的 马上退休 哈哈 不是啦 那个是该没有用的 所以 该是你的 佛菩萨自有安排 佛菩萨自有安排 福分 是修回来的 福分 不是修回来的 所以我们平常 信 愿行 我们要相信 有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我们要发愿 往生佛果净土 第三样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愿力 行出来 那这样啊 才可以圆满我们的事情 以前 我在这个印尼 曾德 非常是在困店 在困铁 这个中角蛙的地方 在哪边拜蓝王宝灿 那个时候啊 不是蓝王宝灿 在哪边做这个财神的法会 又是财神 做这个财神的法会 那个时候是百财神的水供 百财神的水供 那这个百财神的水供啊 我们去到哪边的时候已经很热了 印尼这个困店啊 这个地 这个城市啊 它最出名的一个东西 是它很热 热到你不能相信啊 因为它是在这个 扯道线上面 切斗线上面 它最热的时候去到了四十多度 Celsius 不几分海啊 Celsius 四十多度 它没有冬天的 没有春天的 没有秋天的 只有夏天 热跟更热 它只有这两个啊 它哪边是说外面的车子停在路上 你对他们打鸡蛋 鸡蛋会熟 鸡蛋会熟 它是热到这个情况的 然后我们去到哪边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年去那边拜蓝王宝餐 那边是没有冷气的 没有冷气的 因为那个道场很大 上面可以坐一千个人 上面可以坐一千个人 我在哪边的蓝王宝餐是八百多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从小小朋友八岁到六十多八十岁 都是春王室的法医 四十多啊 四十多啊 没有一个人不是春王室的法医 如果你见到有人不是春王室的法医 他一定是从外地来的 本地的人一定是春法医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华语 不懂看 不懂听 不懂讲 但是他们是华人 但是他们是华人的 因为在以前的印尼的总统的统治体上 他们断了四十二年的华语 你的信啊 你要改 如果你姓陈 你要改 你姓陈 你要改 你姓李 你要改 你姓您 你要改 你的招牌有华语字 都可以打下来 通通变哦 这个印尼字 所以他们哪边长大的人啊 不懂看 华语 不懂听华语 不懂讲华语 但是他们是华人 他们看诗语的书啊 他们不是拿来看的 他们是放在弹圣上面拜的 因为他们看不懂嘛 看不懂嘛 所以他们很喜欢拜老王宝餐 很喜欢拜餐 因为他们明白到 这个是他们的业障 如果现在再不努力的去修 下一辈子也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经常讲说 生活在国外的同门啊 非常的有福报啊 你不会体会到他们那个痛苦啊 你不会体会到他们那个痛苦啊 我那个时候去哪边帮他们做这个 百财神的水供的时候 其实是莱文山是祖坛的 我是第二天的那个 这个护摩是张力的 那个时候 在真的很热 不是开玩笑的 那去哪边淫湿的时候 开始下雨 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之后呢 我们就一直的 做完整个法会 我见到两条金色的龙啊出现 我都知道这些法会OK的 下雨下完了 我还担心明天的护摩会不会有影响 没想到 没想到 法会过了 下了一条很大的雨 我每个人很清凉 他们才跟我们讲 其实啊 宽垫这个城市啊 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 我们这一次啊 其实是来求云的 他没有事先跟我们讲 最重要 最不可思议的是 因为宽垫本身是一个没有很大 也不算小的一个印尼的城市 从外地另外的雷战寺开窃过来的也是有 旁边的那个城市叫做三尊 三尊雷战寺在三口羊 那边很多的人开摩托过来 那边很热 来到整个 这个困店的城市里面的时候 也是很大的太阳 没有下雨 但是这个下雨啊 很奇怪的 我告诉你 就在真德雷战寺的范围里面才下雨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应该鼓掌的 他就当时是两个月没有下雨 而且他求雨成功 而且是在真德雷战寺的范围里面啊 才下雨啊 那是开摩托来 就是开摩托牌 他们叫摩托了啊 小绵羊啊 开小绵羊的 从这个山尊哪边开过来 一直都是很热很热很热 来到里面雷战寺怎么会上大雨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的伤信怎么伸出来 是因为哪边的人啊 真实的见到怎样的事情 他们就伸起这个信 你没有见到这个事情 你没有伸起这个信 在印尼那边有一条尊 就是那末村 那末村里面以前有一个圈奖 我们真的叫圈奖 圈奖是什么呢 圈奖啊 就是我们白天又 撒田种菜的 晚上就 有沙班的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归衣 那那个时候啊 开一个摩托 也是有摩托bike 有摩托啊 晚上的时候 是去外面搬动寺的时候 丢到水扣 与罗安奎啊 啊 那个那个水扣很低啊 都是这样滚下去的 那晚上 因为在很山山很山山的地方 根本不会有车子经过的 有车子经过也不知道水扣 上面会有人的 那他丢上去之后呢 就给这个摩托bike压住 他没办法起来 他的腿也压上了 他也没办法叫 因为叫也没有人 也没有车子在 在这个原野的路上 他一直呢 这个样子 就给这个摩托bike压住 之后呢 他在朦朦胧胧胧里面 他就见到一个光轩的出现 光轩的出现 之后这个光轩啊 慢慢靠近的时候 慢慢的变成一台车的切头灯啊 这个切头灯啊 本来我们知道你丢在路边的水扣啊 其实你没有喊 没有灯 人家开很快的 都是直接走过的 他不会停 刚好那个车子 刹车少变 他就见到他 就把他救了起来 那天那个时候啊 他很记得他在那个光里面 看到的那个形状 他很记得四尊的样子 他很记得 他救了上来之后呢 他就开始去找啊 什么佛啊 什么的修行人啊 这个样子 就找到我们这个总学会 那边去 慢慢的发现 哎就是这个比秀啊 就是这个比秀救了我啊 那那个时候他在万的时候 他杀到了 为什么他杀到 因为他的救啊 跟这个一千一百年前啊 这个阿迪达圈子 去到这个荆州大师 中脚蛙的时候 洪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阿迪达圈子 在离开这个印尼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我会再来 我会再来的时候 只要你听到有人的咒 是 这一千多年 我会再来 这一千多年 我会再来 就是 来的传说啊 就是这个 这个整条村啊 归一 变成一条村 一条村 印尼啊 一条村 一条村啊 这样来归一 之后 变成我们现在 我们嘴巴所长的 真佛村 其实是这样来的 真佛村是这样来的 非常地相信 有一些传说啊 一千多年来 留下来的历史啊 变不了人 变不了人的 因为那个时候啊 他讲 嗯 古鲁连圣西匹村 跟我们诗圈的咒语 是完全地配合 完全地配合 所以一个也是 根本上是曾经讲说 真佛中 在印尼 印尼的真佛中啊 这样会成为真佛国 是有它的原因的 但是你要看哦 他们不懂华语 他们不懂看 不懂听 不懂讲 每一天早上去田里面 耕田 天还没有光 就开始做这个准备 有光的开始耕田 中午不可以做的 因为中午做的话 这个植物会有问题 那他们做完之后 吃完中午饭 做整条村的人 从由村长带领 整条人 整个村的人 都坐在这个 这个大街上面啊 其实他只有一条街而已啊 坐在这个大街上面 太阳三四十度 每个人都坐在那边 没有坐垫的 没有椅子的 每个人坐在地上 他们开始念高王经 他们的高王经啊 都是几万篇 几万篇的来的 如果你跟他说 哎呀我孩子刚刚昨天 我刚刚做 练完这个高王经一千篇啊 说啊好啊 我的孙子刚刚昨天 练完了这个样子 不行的 你一千篇是基本功来的 你一千篇高王经 是基本功 人家都是几万篇 几万篇的上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不懂华语 但是他们有这个训 他们相信 这一个佛 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 所以升起很大的净性 很广大的净性 他相信 之后他发愿 他也去做 你看啊四十度啊 坐在舌头村里面 三四个小时 练了练到晚饭呢 那个你没有亲眼看过的 你不会相信 你没有亲眼看过 哇 这么热啊 这么大的太阳啊 有没有 有没有土生 啊 你还会这个样子的 人家都不管 人家都是怎样 坐在哪边 一条村这样 两条村这样 三条村这样 都是不懂华语的 你没有亲眼看过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但是你亲眼看过 你才懂得 什么叫做金军 你亲眼看过 你才懂得什么金军 所以我们经常讲 生活在国外的同盟啊 就是你们啊 真的很有福报 应该给自己一个掌声 因为有福报的地方 还有冷气 冷的时候还有冷气 这个还不好好的修行啊 真的对不起自己啊 对不起自己啊 所以我们修行人 信愿行很重要 有没有莲花童子 有 有没有阿弥陀佛 有 莲花童子是什么 莲花童子不单止 在这个生活中里面有 在这个中国啊 敦王啊 里面也有三一四 还有三三四 里面也有这个莲花童子的证 佛经的记载 在无浪寿经里面 也有记载莲花童子 不单止在中国有 在印尼也有 刚刚本来我是打算写完文章 投稿去软灯 之后才公开这个事情 没想到四川已经找我一步 把这个事情公布了 既然他公布了 那我也公布了也没所谓 本来我是打算写完文章 然后登登了之后才那个的 我刚刚上个月 跟那个马来西亚密教总学会 还有这个印尼密教总学会的总会长 还有哪边的上司们 一起去这一个婆罗浮屠 有条件 波罗浮屠 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 不是五粒五头啊 不是五粒五头啊 波罗浮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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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曼陀罗 全世界最大的曼陀罗 他是非常非常中观的一个密教的曼陀罗 东方四大 东方啊 四大文化为之里面 第一个长城 中国的长城 第二个金士塔 第三个婆罗浮屠 第四个 五个 小五个 就是这个Colombia 小五个 第四个 叫做东方的四大神话 当中的婆罗浮屠啊 该于这个公元主世纪 公元九世纪 大概距离现在一千一百多两百年半 那个时候是一个神话 是一个神话 他是一个密教的曼陀罗 他总共啊 有十层 十层 少层 啊 他上面的最底的一层 代表的是欲界 有该 第二到第六层 代表的是四界 第七八九 代表的是五四界 最高的一层代表的是四圣界 也就是佛菩萨的意思 那整个曼陀罗啊 很大 每一年的维塞者 也就是佛誕佛陀的生日啊 他们的这个佛总 也就是这个印尼的佛教总会啊 会把这个这个少称大称金刚称的人啊 从这个婆罗浮屠啊 是外面大概一公里的一个佛佛庙 是一个印度教的佛庙 一直的慢慢游行到这个婆罗浮屠底下 之后等待 月亮最圆的时候 才来做这个药佛 还有念这个三皈依 这个三皈依的奏 场面非常的大 参加的人 大概有一万多个人 每一年啊 连哪边的总统 都会来参加的 一直来走的 在那个平台上面 坐在上面的人 就不是简单的人 不要以为盖了一个庙 就可以坐在上面 印尼有十多个州 你必须要在其中的十二个州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佛庙 好像也没跟你讲是什么大的佛庙 你得到这个州政府的承认 总共要十二个 只要的承认 你那个会 才有资格 申请 坐在上面 坐在我 旁边的那一些 都是尼泊尔 不丹的大法王 坐在我旁边的那一些 都是尼泊尔 不丹的大法王 所以啊 那个时候在上面的 那十二百人啊 那个时候 我是代表印尼 密教总会的 那总统会有七个上司 我哪边只有我一个上司 之后啊 我们就在哪边啊 开始去到那个婆罗浮屠啊 我们跟在这个婆罗浮屠的佛塔底下 做了一场 施加摩尼佛的超度护摩 好像没有护摩 超度反馈 非常殊胜 我们还在哪边要塔 等待这个月圆的时候 之后还放这个天灯 所以啊 在这个婆罗浮屠的佛塔里面 居然 发现到莲花冬子 居然发现到莲花冬子 我刚刚去的时候 跟那个总学会 还有妈咪总 一起前走上去的时候 走到去最高点的时候 我每个人都在忙着这个拍照啦 每一次去旅游 每个人都在那边很忙的叫上啦啊 叫完上之后 他们要走了 但是我们还 我跟莲安尚家在那边游 要佛啊 要佛 要完佛之后 他们开始走了 然后我们也走了 那他们先走 他们有导游嘛 他们导游开始搭 他们走了 那我们走的时候 他们已经走了 之后我们在走的时候 因为他从东门上 北门上 是有这样的规矩的 但是我们要完塔 东南西北在哪 因为要完塔 每个塔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你要完塔 糟糕了 我们哪一边上来的 东南西北就是这个样哦 啊 这我们就看那个路牌 XX在哪里 那个路牌 刚好给人家 弄歪了 就是本来是直的 往下 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啊 然后我们就没办法 我们都看到他这个 我们就往那边走了 开始慢慢走走走的时候 然后我听到一个心意跟我讲 他说继续走就对了 其实我们越走越没人哦 他说怎么怎么怎么还还会对呢 越走越没人呢 他心意还是跟我讲 直直走直直走 然后我们去到哪边的时候 我们的不好的毛病又出现了 又开始拍照了 拍啊拍啊 忘了其实是要走的哦 拍啊拍啊 诶 今天我眼光一闪 那个心意也没有了 那我面前的都是一群活生生的莲花东西 左手是磁连印很清楚 右手是说法印很清楚 然后我马上就把他拍上来 我自己也跟他一起合照 然后之后呢 我就在想 诶这个很殊胜啊 旁边一定还有 然后旁边找找找 果然旁边还有很多 之后呢 晚上我想 诶不是 我要 请示师尊呢 我请示师尊 看是不是 然后我就马上 E-mail给师母 我有师母的E-mail的啊 我马上E-mail给师母 再请示师尊 师尊说是 这个就是莲花东西 之后啊 师母也希望我去写文章 投稿去软灯 证明这个事情啊 因为以前 世音曾经讲过 莲花童子 随处 入世 这是全世界 只有有佛塔的地方 这有莲花童子 我在印度教的佛塔 也找到莲花童子 我在世界性的一千两百年的婆罗佛图 也找到莲花童子 这个是外国啊 不是自己人盖的 你知道吗 是外国的东西来的 所以一千两百年前 在佛法灭教最兴旺的时候 阿底夹捐者的那个时代 只有莲花童子 在那个波罗佛图 这是非常实践的 还有一点 我大概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跟马来西亚密教总会的那个 这个中心的核心的理事 去日本朝圣 日本去日本密教总团八十八灵场 金刚称密教总团八十八灵场 空海大寺的那个道场 八十八灵场总共有八十八个 其中有一个道场 你猜我在外面找到什么 在那个空海空海大寺啊 密教总团的那个 这个本尊殿啊 外面有两个殿 一个殿 是金莲花童子谈成 金莲花童子谈成啊 金莲两个年花童子的谈成啊 供奉在这个空海大寺的高 这个八十八灵场里面 你说是不是真的很殊胜 非常殊胜 而且在这个空海大寺 就是涅盆的那个道场 我们叫做高野山 高野山有很多的院 其中的院叫奥治院 欧基云 不是欧基云啊 欧 欧基云啊 他在里面 前面就供奉着一尊 莲花童子的金莲 那个金莲也是左手直连印 右手说法印 很高 大概有三米那么高 站立在这个奥治院的门口 这个也是动力的传承 也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你说 莲花童子有没有 有 有 阿弥陀佛有没有 有 生活密法 书不书胜 书胜 书胜 所以有书胜要怎么做 要书 怎么有书没有讲呢 所以 阿弥陀佛 我们必须要信 愿 行 都有具足 都有具足 那这样呢 我们修行啊 才会圆满的 那这两天 昨天我们分享了 大书胜佛法 这个小称的四面处 今天我们分享了大书佛法 里面的念佛法 还有这个信 愿 行 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 那希望啊 西 喜欢 修 少称的 所以修四面处 喜欢 修 念佛的 就念 里头法 大书 很重要 大书 都是好的 所以这一次 最后 非常的感谢这个圆明里山寺的邀请 感谢这个愿明师姐 感谢这个三位法师的护子 感谢理事会 感谢所有的医工同门 帮助这一期的法会 让这期的法会非常的殊胜 这一次跟你们结了一个很好的善缘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跟你们再结另外一个善缘 今天的风向很简单 到这里为止 我们往里边看